和大家坐游復活節倒,復活節倒根據Paul說的, 他就是看Regis Digest引起他的興趣, 如果說我,就更早, 我什麼時候有興趣呢?就是這個時間, 《移動樂園》1953年, 就由羅冠朝老師出版的, 由蒼刊第一本我已經開始看了, 《移動樂園》中間那一頁, 每一期都有一些介紹, 世界各地的特別地方, 譬如金字塔萬里長城, 我第一次見到復活節倒的大頭石像, 就是那個時間, 那時說, 弟弟哥, 我長大了一定要去看, 長大了什麼時候呢? 只有六十年之後, 六十年之後都還未成功, 因為剛剛去的那一年, 就是智利發生大地震, 我們去到看完秘魯之後, 就游人此步了, 因為San Diego那個機場, 跑道都裂了, 無得去, 不服氣的, 直至到三年前, 終於再去到, 那究竟有幾多人去過? 阿波, 兩個, 兩個, 吹牛就安全些了, 究竟復活節倒是看什麼呢? 其實就有兩個部份的, 第一個部份呢, 就是這個地理和地質的, 這個島的形成是很有趣的, 是一個火山島, 它形成了之後, 留回來的那些地貌, 亦都是與眾不同的, 我們一會兒會去看看,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這個叫做人民地理的, 這個島呢, 就是在,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孤立方癖的地方, 太平洋的一個南邊, 一個角落頭那裏, 那裏, 我們人類去1200年之前呢, 究竟怎樣可以, 越過這個浩瀚無比的太平洋, 去到這個島呢, 已經是一個歧視來的, 那我們會看看它怎樣去, 不只是這樣, 去到之後呢, 就建立到一個國家, 就是有相當的文化, 包括呢, 我們就是最令人驚訝的那些大石像, 那我們會看看它為何會做到這些大石像, 但是, 更出奇的, 就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 大概是四五百年呢, 就將這個島, 由一個很茂盛的, 很豐富的草水都充足的地方, 變成一個荒地, 而那些人呢, 死得七七八八, 差不多完全滅絕了, 其中呢, 就有很多, 給我們現在人類有些教訓的, 我們都會去看一下, 那個內容呢, 就這樣游先, 看一下那個島的一般情況, 跟著呢, 就是地質和地貌, 再跟著歷史和文化, 而最後呢, 我們學到些什麼呢, 它有很多名字的, 那這些呢, 其實都是, 講著Easter Island, 第一, 第二個呢, 就是用回土話講的, 它們自己叫自己呢, 就不是Easter Island, Tipitootehenwa, 就是世界的土詞, 另外一個名字呢, 就是叫做, Mattakitiraji, 就是Eyes looking towards the sky, 那樣的意思, 那麽呢, 那麽呢, 後來呢, 另外一個名字叫做, Rapalur, 那這個, Rapalur其實是另一個島的名字, Polylician去到之後 發覺Easter Island的島形狀跟Rapa很接近 叫做Big Rapa Big Rapa是土話來講叫Rapaloo 到西班牙人佔領了的當然是按自己的名字 Isla de Pascua 到歐洲國家荷蘭奴發現它之後 就叫做Easter Island 中文名很多個 這個是它的旗、印章和Code of Arms 這個島究竟在哪裏呢 它是在南半球的 南半球是太平洋的東南角那裏 最近是智利 距離智利都有3800公里 這個島是不大的 這個島差不多是Greakta London 即大倫敦市那麽大的 怎樣去呢 就差不多唯一方法 就先去了智利 在San Diego搭飛機 正常情況之下 每星期有幾班 每星期有幾班 那個飛行時間是5個小時 飛機很靚呀 78、79 新飛機來的 當然疫情的關係 暫時停了兩年 我剛剛上網查看 就好像5月已經恢復 另外一班機呢 就是由智利去飛濟島 途經Easter Island就停一停的 不過那班就不是很Regular了 那有沒有船去呢 Regular就沒有的 但是很多Cruise 即是那些叫什麽 郵輪就會去扶折島的 那這個島呢 本來機場是很小的 那怎麽去呢 那好彩呢 在1987年 美國剛剛那時就發展那個 Space Shuttle 太空梳 那太空梳 上了去之後要下回來的 下回來呢 有時會有些意外 怎麽算呢 即是有些安全的地方緊急著陸 於是就選了Easter Island 將它跑道加長 那因為加了長呢 七八七才去得 那去到我們才方便呢 那就是這個機場的樣子很簡陋的 那下機啦 下機就去Check-in 就可以租車 可以租電單車 因爲它路就只有一條而已 騰騰跨 自己駕都OK的 那這個島的大概形狀 就不高的 最高的都不夠 其實是不高的 507m 那另外一個圖呢 就可以看到 那裏跑道的位置 差不多是 在這個西邊的角落頭 打橫那一條 那個島這麽闊這麽闊 那再向北呢 這個跑道的北呢 就是它主要的城市了 那個城市就叫Hangaroa 那它的天氣呢 就在南半球呢 是subtropical 就幾舒適的 那個冬天很短的 平均溫度是20度 那就很幸運的 它是離開了這個 巨風帶的 所以那裏沒有風打的 就是比較舒適 那下雨呢 那下雨呢 有的 一一一八個mm 即是等於香港的一半 即是一年下雨 那最多雨 當然是最高的地方 藍色的地方 那我們最關切 是什麽時候去最好 就是十月至到二月 這段時間呢 就沒有雨下 那比較舒服 那如果衛星圖呢 就看到呢 就是白蒙蒙一片的 沒有樹 那樹都不見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講 為什麽呢 那現在要種回少少 那中間的綠色 其實那些 Eucalyptus 就現在種回的 就不是舊樹 那剛才講的那個城市 就是叫Hangaroa 那這幅相呢 就整個Hangaroa 是這麽多的了 因為它人口都是八千六百零一個 這個是二零二二啊 那就 那六十個percent 就是原本的土著的後代 那他們講的那些話呢 叫Rapalua 一樣名 那好像夏威夷和Tahiti 講的語言一樣 那但是當然呢 現在是西班牙的地方 所以那個西班牙就是法定語言 那那城市 只有一個Hangaroa 所以Hangaroa 亦都是這個Province的首都 那這個城市 那跑道以北 那是幾條街的 就是walking distance 1500次 自己走搞定 那就Hangaroa 土話的meaning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wide bay 就是一個很闊的彎 那大家又只有一條 叫Avenita Atomutikana 那這個名字 這是一個土王 那是油長的名字 那以前不是叫這個名字 以前呢 就是叫做Avenita Policatoro 那這個人是西班牙 那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這個人就是西班牙 派過去的一個captain 去接收這個島的 那現在不行的 就是還要這麼強調西班牙的統治 所以改回名字 就是要懷有 就是跟土人關回土王的名字 那這些街道都是很一般的 那這個是去海的通道 那海邊就很靚的 那郵輪呢 那這個島就沒有一個很好的海灣的 所以郵輪全部沒有得靠岸 就在外面丟樓要坐小船賣去的 就比較不是幾方便 那它的所謂harbour呢 就是這樣樣的東西 很細的 那拍了一些漁船 那就是在這個城市附近 已經可以見到這些石像的了 開始會見到 那這間呢就是我住的酒店 那很近一個機場的 小小間很乾淨其理 那酒店有便宜有貴的 由港幣五百元至二三千元都有 那有很多這些店鋪仔 就是專門是為了這些旅遊業 就是開檔賣些紀念品這些東西 那旅遊業就是它主要經濟之處了 那一年呢在正常情況之下 就有十萬個遊客 那你想想它的人口就只有八千多 遊客有十萬 即是很不成比例的 那這個是另外一間店鋪 售賣了一些不等西藝 那誰會買這個托回家 那城市中心有些像 這些是以前那些油獎的像 那這個它叫湯匡都很簡陋的 那它現在大部份的人 百分之九個多的都是信世天主教 那這間是最大的教堂 叫Holy Cross Church 又在那個城市的中心 那1937年呢 即是天主教已經在那裡很蓬勃發展 那這個另外一個圖這個入變 那去到這裏呢 就首先都要去探一下這個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叫 Father Sebastian Angler Anthropology Museum 細細節但是值得看的 即都有介紹一下那個歷史文化那些 那樣的那樣的 那很懂得做的 即是沒有什麼怎麼講這個 西班牙佬的occupation那些東西 那這裏裡面有些歷史文物 那它附近有一個很大的墳墻 那海灘呢 海岸線是很長的島來的 就有173個公里 但全部都硬硬硬硬的 即是沙灘的 有沙的沙灘只有兩個 即是游水就比較淪盡 這些它都當是一個的 但是還有一個漂亮的 這個 Annaquina就是唯一一個漂亮的海灘 為什麼沒有人呢 我會叫陳德仁海呢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裏附近有東西吃的了 當然是海灘了 這樣 這樣就有人了 那走回頭呢 就吃飯了 吃飯有很多這些 restaurant 全部都很細間的 那吃的東西有海鮮 我沒有吃的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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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是灑魚 什麼魚湯 那它們有Tuna的 那如果你喜歡吃Tuna 它有幾尾東西的 一個叫Tuna Ahee 這個是熟的 就是用石頭煮熱的 這個Tuna Carpaccio 就是生食的 就是拌一些芝士 那這樣 那另外這個Tuna Sivic 是差不多的 就是 是Tuna Tata 直接煮了檸檬就吃了 那這是它的主要甜品 那夜晚啊 夜晚是很美的 因為這個島來的 附近也都沒有其他的島 所以你看那個地平線啊 Paul 就真的半圓的了 還有呢 就是日出日落 看盡的 因為沒有東西遮嘛 那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很靚 很靚的日出日落 那這些我都不記得 只有日出還是日落 很靚 很靚 就是我那些 iPhone都拍得到的 那樣的 不錯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好靚 很靚 很靚 那這張也是很靚 那這張也是很靚 這張也是很靚 那你這個是值得夜晚 日頭之後就走出去看 那些浪花來的 那如果你是去的呢 就我介紹你去這間 Restaurant Tim Maui Sunset 那吃完飯呢 那坐下這個東西搖一搖一搖 那出去看 看一看就好好的 那講完這個general situation 就講一下那個地質 那地質呢 這個島呢 就是一個三角形來的 其實呢 是由三個火山爆發造成的 最古老的那個叫Pokey 就是左邊上面那個圖 最低那個的Pokey 跟著第二個爆發的就是 Ronald Cowell 就是上面小的那顆 最後爆發的那個是 Tiravaca 中間 爆發之後很多的熔岩 都飆出來的時候 或者那些火山灰倒下來 即刻即刻就積在 變成這個三角形的島 那它的年紀很輕的 就大概七十八萬年的時候爆發 那怎樣爆發呢 就是一個叫做Easter Mantle Eat Mantle Plume 中文譯名就叫做 復活之島這個Mental 就是那個地什麼 地蠻 地蠻 地蠻的一支那些Plume 就是那些岩漿 就飆出來 好像打針那樣飆出來 擠一個島 擠一個島 那就是 你看下面那些圖是清楚一點的 一會兒會再解釋 那現在那個地形呢 就跟其餘的火山島很不同的 那些夏威夷那些完全 又很綠屈屈的 有樹很高很岩層的 它就好像被沙子散過 那樣 全部都是圓滑滑滑滑滑滑滑的 那些樹不見光的 九成都是剩下一些草 那些短的草 那些短的植物 那為什麼呢 就遲些解釋 那比較一下 這個夏威夷是大島來的 年紀跟它差不多 East Island就七十八萬年 它是六十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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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家仍是這樣的 那海灘 剛才也看過 是硬硬硬硬硬 但是夏威夷那些是這樣的 那值得看一下 那講到島 它的classification 叫Volcanic High Island 有少少conceptual的東西 什麼是幾個島呢 島的definition是什麼 四面環海 四面環海 還可以分成兩大類的島 第一個叫Continental Island 即是說那個島呢 就是在大陸附近 而還是留在那個叫做Continental Shield 即是那個叫做什麼 大陸島潮的黏住的 換句話說 原本就是大陸的一部分 那因為地殼變動 列了出來 世界上最有名的兩個 一個就是馬達加斯加 在非洲列出來的 另外一個就是 塞拉拉卡 石蘭 在印度列出來的 這些原本是大陸的一部分 列出來的 我們這個島 就不屬於Continental的 這個島是離航離立 自己生出來的 那些叫Oceanic Island Oceanic Island主要都是火山 剛才說的那些Mantle Plume 飆飆了出來 另外還有人分類 就叫Tropical Island 這些就牽涉到一些 Coral Eto Coral Reef 即是珊瑚島 另外一類 那現在還有第四類 我們祖國最厲害的第四類 人工島 那就是死大類 那看回Mantle Plume 這個是地球的橫切面 那地球有三個部分 就是地殼 就是中間的Core 跟著Mantle 地慢 跟著Crust 就是地殼 那那個Inner Core 那裏是六千度的 很熱的 但是都是硬滑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被很多東西壓住 壓力很大 但是離開了那個Core之後 那個Mantle就不同了 它是很熱的 於是融到半塑膠性的物體 大部分我們叫做 岩漿 岩漿 即是Magma 那些地下中心這麼熱 一定要找出路 那怎樣散熱呢 第一個散熱方法是Conduction 一層一層散出來 跟著有些Convection 即是黑色箭咀那些 好像煲粥那樣 水會轉的 第三種就是剛才說的Mantle Plume 就是在一個Mantle和地殼那裏 那裏有些Weakness的地方 它好像打針那樣擠出來 支那樣擠出來 有很多支的 那現在這裏圖就看到 主要那些包括什麼 Ice Land也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擠出來的 Azurs 蓄爾群島也是這樣擠出來 夏威夷也是擠出來 當然走不掉就是我們這個Easter Island 然後有人箭咀指著我 又不斷擠出來的 那這個圖就是 告訴你怎樣擠 但是擠出來呢 很多情況之下 都不是擠一個島的算數 是擠一系列的島 為什麼會有一系列的島呢 就因為Tactonic Movement 即是那個地殼不是一塊過的 是很多板塊 這些板塊會移動的 那一移動的時候呢 就將第一個產生的島推開了 那麼那個島推開了之後呢 就會死的了 因為沒有了密碼 那麼他又擠第二個出來 那麼又推過去另外一邊 那麼跟著有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 一系列的島 那些叫Vocanic Art Island 那麼好像什麼呢 好像旋轉壽司 那師傅做一個出來 就走出去 他又要再做一個 那麼就走出去 就走出去 這樣就一串 那麼這裡這一串呢 就叫Easter Sea Mountain Chain 即是看到了 由左至右一直一直推過去 那麼那個動力從哪裏來呢 動力就是East Pacific Rise 即是打動那個黑色那裏 因為下面呢 有很多Megna 它這次不是擠出來 這次就推上來 很大量的 那麼就將那個地殼呢 就是向左和向右推 那麼現在我們這邊呢 就向右推了 那麼於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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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島呢 就製造了出來 那麼這個就是那些圖啦 那麼跟著呢 它不是真是一粒 一枝一粒火山的 是可以有幾個的 那麼流出來的那些Megna 所以說呢 不同時間 那麼對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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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了這個三角形的島了 那麼我們可以去看這三個火山了 那麼第一個就是最古老的火山 叫Pokey Volcano 那麼那個圖呢 就看到呢 它是在三角形的最最右邊 最右邊 那麼它是一個什麼的火山呢 叫Shield Volcano 盾形火山 那麼火山呢 又有幾種的 就第一種呢 就叫Stratto Volcano 就是多層的火山 Fujiyama Typical 因為它除了流些熔岩出來 有些灰又跌回來 於是可以堆到很高的 就是一個Pyramid這樣的樣子 第二種呢 就叫做盾形火山 那些Megna本身 那個化學成份呢 是很少Silica 於是乎呢 就是黏度低 黏度低的意思 就是它可以流出來 它是不會積墜到谷到爆 就是好像谷爆的光暗瘡 它是慢慢流出來 那流出來的時候 就形成一個倒轉的鍋 就是盾形火山 盾形火山 盾形火山 這個Pyramid就是盾形火山 盾形火山 都是很年輕的 就是七十八萬年 不是七十八萬年 就是二十三萬年 就是二十三萬年 就是已經停止了 死了 因為它已經離開了那個 Source of Magna 那頂那裏現在是沒有什麽靜的了 只剩下那些火山口的遺跡 譬如那三顆東西 那些 那是遠處看 即是不像一個火山的了 磨到 那再遠處看 那它被風浪侵蝕 那個Erosion都很厲害 那這個一個 另外一個就叫Reno Cal 這個就在三角形的左邊 角落頭那裏 那這個就年輕少少 0.77就是七十七萬年 差一萬年也很少 那又是停了死了火的了 即是是 萬五年前才爆過 那就是 亦都是一個sure volcano來的 那這個有個圖看到它 那下面那個是橫切面 即是可以看到的 相當大的一個火山 那火山頂那裏有個湖 那它的火山這個名字 得利也都是因爲有這個湖 Reno Cal 土話的意思是 Vocano with lots of water 因爲積了些水在那裏 那這個湖就叫做Creator Lake 就是不淺的 有成三十幾尺那裏深 那就是很重要的 對於這個島 因爲是食水的來源 它們泵出去 Purify了它 就用來喝的 那這個島就有出產 除了這個岩漿之外 有Obsidian 即是火山玻璃 火山玻璃在古文明裏很重要 因爲很利的 即是可以做很多工具 那就是很壯觀的 那就是很壯觀的 那我叫Scale 那你看到很大 那那個火山口的四周都很斜的 那普通人就不准去的 即是要有特別的Permit 土人就可以去 那另外一邊 向海那邊就是 就是有個名的叫Curry Curry 那爲什麽呢 因爲這個Curry Curry 你可以看到是很薄的 很薄的 那些地產學家說它遲早會倒的了 那邊那裏會倒的 那邊那裏會倒的 那講回這個湖 那這個湖 這個湖 四邊都是圍住它 暫時都是 所以它有一個micro climate 即是有溫室的狀態 那湖下面也是有很多生物的 尤其是植物 那些植物有種東西叫Totora 記不記得這個字 Totora 上一次我們講這個 中美洲古文明的 Lick Titicaca那些船 那些牢草呢 完全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那些牢草爲什麽會走到這裏 那些牢草呢 那這些牢草呢 那這些牢草呢 就自己織織織織造到的 即是造到Island 那就是叫Totora Weed Island 那就是叫Totora Weed Island 那近鏡就是這樣 那是相當肥沃的 有很多生物 有很多植物是它那裏才有的 那其中一個叫Macau Macau就是好像那些Cherry 那樣的紫色的 另外一種叫Macau就是右邊那些 那是可以吃的 我不知道要怎樣吃 那因為那麽肥沃 那些土人就不要浪費它 就走下去種很多東西 包括提子 Fake 即是下面那個 Guava 翻食榴 還有Avocado 那是不錯的 那這個火山旁邊呢 亦都是有土人 以前有土人居住的 有個Orongo Village 可以走去看的 不過都氣咳的 值得去值得去 那待會會再講文化 會再講這裏 那三個 亦都是最年輕的火山 Mohanga-Tarawaka-Volcano 那這個火山呢 就不同其餘那兩種火山 就是剛才講的那些 那些Shield Volcano 或者Stratto Volcano 它叫Fisher Volcano 就說那個地殼本身有很多裂縫 就是Perpendicular的 那些裂縫 那些Mohanga 就好像水一樣 有洞有洞就鑽進去 那一邊插上來 所以它是沒有一個正正經經的火山口 就是很多 很多火山口 那這個 這個圖 左邊的圖就告訴你 Mohanga上來 一有洞就滲出來 一有洞就滲出來 所以不是大爆發的 好像燒煙花那樣 很好看 那現在當然死了 沒有東西噴的了 那剩下來 都有一些特別的結構 一個叫Rano Arau 一個叫Rano Arau 一個叫Rano Arau 兩個對文明都有些影響的 那Rano Arau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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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有一個湖 亦都是一個重要的水源 給它們喝的 這個是 飛機體 那樣的 又有些 那些 叫做 火山營灰癌 造成的 火山爆發的時候 當然是有些灰 那些灰噴上天 噴得上去的東西當然要下回來的 下回來就是 營結了 眼白白的 那些叫做 火山營灰癌 那這些癌有什麼用呢 這些癌都是硬的 但是比較上跟炎武癌是軟的 最適合做什麼呢 就是做那些大頭 那些公仔 全部都是在這裡挖出來的 那些原材料就是在這個Rano Arau 那裡挖出來的 那這個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有些 弄到一半 跟著沒有用的那些頭 已經是圍著這個火山 那裡見到的 那它也都有一個湖 又是一個水源來的 那你走過去就見到有些 挺好看的 那這三個火山湖 就是它們喝水的主要來源了 那這個島是很怪的 它是火山岩 火山岩就是有很多孔的 很多孔就擠不到水 所以它是一條河都沒有的 一條河都沒有 那水去了哪裡呢 除了在這些火山的crater那裡積墜之外 就滲了在地下 滲了在地下 始終都要流出來的 在哪裡流出來呢 就是在水平線 就是在陸地和海洋的交接點那裡 因為那個壓力的關係 在那裡會滲出來的 那所以拿水 這裡是水源 但是很兇的 又要爬下去 就是擔也有你擔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在海邊 找這些地下水流出來的地方 就去拿水了 那這些叫什麼呢 叫 Coastal Ground Water Discharge 那就是跟Salinity有些關係 那種水就流出來 那它們在那裡摺 那摺都不是辦法的 那於是乎就用一些石 堆成一個半圓形的東西 就是那個圖一樣 那些水流出來就會積積在那裡 就是一個小型水塘 那這個島就有不少這些東西的 那這個水塘有個名叫Tajita 那就是它獨特的地方 那就除了說有三個主要火山 兩個是Shield Volcano 一個是Fisher Volcano之外 其餘的地方都有很多噴口的 很多古靈精怪的不同的Volcanic Feature 那略不斷地說一下 Cardera Cardera就是剛才主要那個Rano Cow 那個可以種Fig 種葡萄的地方 就是一個Typical Cardera 即是火山爆發 積墜變成一個山形的東西 但是慢慢就會塌 即是它沒有再新的材料會塌 塌了之後便積水了 於是乎變成一個Crader Lake 我們剛才講過Rano Cow 就是這種 另外一種叫Friatomacum Matic Crater 那這個有那麼多不同的 就是那些Megma 噴上來了 但是呢 有下雨的嘛 下雨的話 那些土地都有很多洞 那些水會滲下去 那這個熱的Megma 煲了那些水 變成什麼Steam 爆炸 爆炸就會成成一個洞 那就有一個Lake 那就是剛才講那個Taravaca 和Pauke那兩個Lake 就是這艇 不是第一艇 就不是第一艇 即是不是說 本身塌了一個Crader 即水 是本身已經有水爆出來的 其餘這些呢 就是不同噴出來的東西 那個成份呢 就會製造了不同的Cone 有很多的 即是整個島都是 這些不用詳細講 那它的石頭 其實有兩 有主要是Baschot 和那個剛才講的Volcanic Tuff 那在Baschot裡面呢 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Hawaiite 即是夏威夷的Baschot 那就是說它的成份 跟夏威夷一樣 那這些是有興趣先看的 那這個島 除了那三個火山 和各種火山有關的地形之外呢 就還有很多洞的 因為說明它是火山岩 所以這個島呢 也有個名叫Island full of holes 四處都是洞的 有大洞有小洞 小洞有個名叫Karava 那些小洞呢 其實是有天災人禍打仗的 有很多人是做房東的 那些洞呢 很多都是任你參觀的 即是不用付錢的 那有興趣便去吧 那這裏有一個 那這裏有一個 有大有小 那大一點的 那叫Anna Tipahu Anna就是洞的意思 那進去咯 那進去咯 那當它塌了頂的地方 就是Protected的 那又可以種些東西 那另外一個呢 就出名叫Anna Kau Tenggata 那這個我覺得是吹水的 那它的名字是怎樣解呢 就是See where man was eaten 或者Cave of the Cannibals 即是食人凍 那其實我想是吸引遊客的 但是總計也要去的 那麽辛苦去到 那進去咯 那冬口就是這樣的 那進去咯 就不是很長的 那裏面也值得看的 因為它有些畫 迫畫 那這個叫Manutara 即是畫那些是海鸥 海鸥 這樣 这个是海钩,里面有些这样的结构, 不知是什么来,人工的, 可能以前是铺床,不知了, 这个是出口,出口就在海那里, 很大个洞,出口。 另外除了那些普通的洞之外, 这个岛有很多熔岩管, 马马出来之后就叫做岩漿, 现在上来就变成熔岩, 熔岩的特性就好像水那样, 由高向低,一直在这样流, 流的时候就会刮出来好像一条河谷那样, 但这些熔岩离开的sauce越远就越快冷却, 而冷却之中最容易凝结的就是顶, 一个顶接触到空气, 顶凝结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roof, 一个屋顶那样, 那些熔岩下面继续流, 但是上高已经凝结了, 慢慢慢慢的熔岩流了之后, 就变成了一条管, 所以这些叫熔岩管, 那里有很多熔岩管的, 最长的叫Anna-tipatou, 就有七公里那样长, 像一样长, 都可以入去看, 那这就是这个门市, 可以进去, 挺刺激的, 但很容易步行到头, 这些随时, 最后它的顶会均塌,光的地方有种东西 另外一个叫Nit Pahu,Cave of the Bananas 因为它进了馆后,太阳晒得到,种很多Bananas 另外一个叫Anahiva,一个体字 再讲第二个,历史和Culture Easter Island为何这么特别呢? 因为刚才提过它是全世界最随着的Inhabited Island 有人住的,但又很远 距离智利就说3900公里 距离另一个有人住的岛,叫Pitkan 都2000公里 人迹罕见,所以是无人知道的 直到有一个荷兰的探险家 这个叫Jicob,不懂读 Rogivian 在1722年去太平洋探险,找到这个岛 刚刚到达那天就是Easter 所以这个岛叫Easter Island 这个岛去的时候有人住的 那时大概有3000人 这些人也是有名的 他自己叫做Tipito-Otihila 但欧洲国家就叫Polylisian Polylisian即是很多 Lisian即是很多人,很多人住很多岛 即是叫Polylisian 这个人其实就不是想去找Easter Island 这个人是想去找南极的 因为那时欧洲的scientists 相信因为有个北极 所以一定有个南极 否则地球会反转的 即是要聚着 每个人去找,叫Tur-Ostralis Ostran即是南变 这个人去找,找到他都不知是哪个岛 他以为是另一个地方 不要紧了 这些荷兰佬回去就画了这些画 说到是很受欢迎的 土人又给他上船 又照镜 又跳舞给他看 但是呢 另外一个说法 土人的说法 他一来第一天就杀了12个土人 哪个真哪个假都不知道 可能那时都流行 即是假事 fake news 好了 他之后就跟着多些荷兰人 西班牙人 英国人 包括Captain Cook 1774年都去 他做什么呢 他主要就是做科学研究 历史研究 那些东西 那三千个Polynesians 究竟人是什么人来的呢 值得去探讨一下 那些Polynesians呢 其实就是 南岛语系民族的一种来的 即是Australisian people 那些人怎么来呢 就是从中国来的 经过台湾下去的 慢慢呢 就分布了在四个主要的地区 第一个地区就是Makronisia 即是关岛西班那些 第二个叫Milanesia 就是Papang New Guinea 第三个部分叫Maleo Polynesia 就是关于马来西亚 阿婆罗洲啊 一路去到最远的 Madagaskar 那我们讲这个呢 第四类就是Polynesia 就是太平洋的地方 那也都是 智人Homo sapiens 在大陆扩张出来 去到最后的一个地点 在东面就是East Island 在西面就是Madagaskar 那如果下一次讲过Madagaskar 就是差不多是最后一站 就是人一直一直去 一直一直去 那呢 讲回这个太平洋呢 太平洋其实呢 土著有三种的 刚才讲过呢 就不算了马来西亚那边 就是Polynesia Milanesia 和Milanesia 这三个 这三个加起来呢 就覆盖了整个太平洋 那太平洋 那太平洋 也都有一个名 叫Liquid Continent 为什麽是Liquid Continent呢 它有很多岛 有几千个岛 但是它的范围是很大的 有百万千万亿 一亿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 比起美国呢 就得一千万平方公里 所以是很大 大得来呢 其实是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现在搞那么多东西出来 中国也去搞搞所罗门群岛 那些 除了鱼业之外 擴产 石油 天然气 那些是很厉害的 将来会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又缩小一点了 刚才那里三个 现在缩回Polynesia了 Polynesia本身呢 就有个所谓叫Polynesia Triangle 主要是Cover三个岛里面的地区 最北就是夏威夷 最东就是纽西兰 不是最西是纽西兰 最东就是Napaloo 就是我们讲的复活节岛 那我们说这个Otsolesia 是一个民族来的 为什麽呢 因为它讲的语言是很相近的 是同一个系统 所谓叫做蓝岛语言 即是白色的部分 全部都是讲这一种画的 那 举个例 Takalok就是菲律宾画 又不知怎麽 这些字都选择了那麽negative pain and sickness 在Rapaloo叫Masakit 在Takalok又是叫Masakit 由此类推 Bahasa即是印尼画 就叫Sakit 没有了一绝 最下的Tonga 东家画又是Masakit 就是全部都是相近的 是一个语系来的 那除了语言一样之外 genetic 现在最流行的 就可以analyze它 那女人呢 研究女人的genetic 就是要用这个 用什么 Microdial DNA 中文叫什么 线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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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DNA 就只是女人传给女人的 不传给男人的 所以 由此类推 你可以追索回 你妈妈说妈说妈 一路这样推上去 那男人呢 就用Y chromosome Y的验识体 也只是男人才可以传 那倒转头 一路不停砌 砌上去 就证实刚才说的那些 是没错的 都是 不过有少少分别 分别在哪里呢 就分了几种 第一种 台湾本身自己一个 跟着下来 在左边那个 就是叫做 Central Eastern 即是紫色的那种 那种 而下面 橙色的那种 就是Central 那我们现在 这个East Island 就属于Oceanic 就是黄色那种 所以genetically 又分到 但全部都是同一 一个来源 所以证实 就没错了 那这个 这个专家先识看 即是讲那些analysis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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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端端这些人 为何会由台湾 走到那麽远呢 那 首先看这些人是怎样来的 就是似乎 也是genetic的那样 就 最早呢 就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下来 下了去 浙江 沙江一路落落 那些 就叫Pre-Australisian 就是一万三千多年 再下来 就是Early Australisian 跟着就过台湾 过台湾 那时大概是六千年前 那时去台湾 又很容易去的 又是因为 讲回那个冰河期 冰河期 水位又降低 所以台湾那时 就黏着大陆的 所以你说台湾是否大陆一部分呢 不用咬的 这个图都是这样的 那 就过去了 过去了 过去是怎样呢 就分为十四个tribe 有很多tribe 我们都很熟的 亚美族 泰亚族 之类 其中 最有Polynesian风味的呢 就是那个岛 那个岛 那个岛呢 就叫做 蓝鱼 蓝鱼就是 下面那个叫做 亚美 亚美族 那个地方 也都证明它是有关系的 就是 旧时那些台湾的土人 都已经很流行这个叫做tattoo 那现在这个Polynesian 太平洋那些人 全部都很喜欢的 这个是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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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是老人呢 那又看看那些美人呢 那些山地人呢 其实跟我们是 大陆人的样子是不同的 那这个叫做张维梅 你呢 那这边 还有那个湯兰花 那就是很白的 很白的 反而像夏威尔人 那这个是蓝鱼 蓝鱼呢 是值得去的 趁它还没曾开发得很厉害 不过呢 都要讲两句 台湾都很坏的 那时候搞这个叫做核电 核电那些废物 全部摘到蓝鱼 那些土人是很不高興的 去台灣好地地,為何要再去出遊呢? 那些考古學家找了幾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去捉魚, 捉魚一街追魚的, 追越遠,追到一個島都幾正了, 就留下了, 從那裡又去另一個島。 另一個原因是打風, 無端端上岸船都爛了, 另外一個就是台灣土住得太多, 人口爆棚了, 要找地方去, 第三個原因是政治的問題, 同竹之間是打的, 有人贏有人輸的, 輸了那些或者被人趕走, 要找地方躲, 第四個就是, 我們人類的natural desire, 我們喜歡去explore的, 現在去完月球又要去火星, 即是一個drive來的, 這個很重要, 接下來怎樣去法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模特兒, 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叫express chain, 就是噗噗聲, 好像大陸那些高鐵那樣, 一次過衝上去, 第二個就是entangled, 去一下翻一下, 翻一下去一下, 打完靠撐, 第三個是slow boat, 我亦都贊助大部分人的想法, 就是slow boat, 有的士時間, 亦都不用急於express他做甚麼鬼, 他們大概六千年去了台灣, 五千年, BP的意思就是before present, 即是舊時那些AD、BC那些, 就現在很多人抗拒的, 因為跟宗教有關係, 所以是before present, 又牽涉到甚麼叫pessence, pessence呢? 今年的? 現在咯, 即是現在咯, 即是滿個上日講的數字會一路增大, 是, 首先呢, 就分了兩個大的step, 首先呢, 去到一個地方叫Valotour, 即是紅色箭咀那裏, 那裏停一停, 其實不是一停, 停了很久, 然後才繼續的, 跟著呢, 就由那裏開始去Tonga, Samoa, Cook Island, Society, 再碰一聲, 才去Polylician Triangle, 那三個重要的尾站, 那時的名字不是這樣叫的, Hawaii叫做Hawaki, New Zealand叫Otiero, 然後Rapaloo就是East Island, 這樣去, 那怎去呢, 講而已, 這麼遠路, 過去那二百年呢, 西方國家都不接受Polylician有這樣的能力, 去自己開發, 一路去到這麼遠, 認為全部都是撞彩, 這個是很不對的, 很Bias的, 其實呢, Polylician不是他們講的那些叫Savage and Primitive Culture, 他們已經是相當成熟, 尤其是航海, 一千年前的航海, 就已經厲害了那時候的歐洲那些航海家, 尤其是在Navigation, 和那個Physical Endurance, 是很重要的, 全部可以頂了順, 那怎樣厲害, 第一呢, 就找方向, 方向呢, 他們主要呢, 日頭就看太陽, 晚上就看星, 就注意是星, 不是Planet, 也都不是Moon, 因為為什麼那些Planet太近呢, 經常動的, 動得太厲害了, 不穩陣, 但Star就不同了, 即星座, 可以容易看些, 他們通常就在早上太陽未出, 或者晚上剛剛日落之後, 整個天黑漆漆的, 那時候就死記, 某個島的relative location, to the star, 這是要好好的記憶力才行, 最厲害的可以記到150個島, relative position to the star, 很厲害, 除了看天文之外, 看星之外, 還有看天象, 即是雲那些東西, 亦都看那個海象, 海上的情況, 亦都是看那些動物, 尤其是鳥仔, 還有Insect, 現在會再講一講, 由他們看到Star之後, 他們死記, 這些圖是現在畫的, 他們沒有這些圖, 圖是在腦裏, 畫到這些star compass出來, 其實是很複雜的, 即是記得那些relative的位置, 到天象, 天象他們叫Air Signal, Air Signal有什麼重要性呢? 第一看雲, 雲最好的舉例就是紐西蘭, 紐西蘭的名字叫什麼? Land of the long white cloud, 就是他的Polynesian word, 那個叫Otiero的解釋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濕熱的空氣, 去到一個紐西蘭, 這個倒墜的地方, 紐西蘭是長癩癩的, 被迫就一直要向高吹上去, 一向高溫度就會跌, 跌的時候有condensation, 就會形成了一條狀的雲, 那些雲叫Landicular Cloud, 好像一些鏡子一條, 所以紐西蘭有這個名字, 如果你遠遠見到, 有些一條一條狀的雲, 即是附近有倒墜, 因為空氣被迫向上爬升, 這個是天象, 天的顏色也是受海的顏色影響, 即是海水的深淺反映上去, 也是一個方法, 水也有色的, 我們叫Blue Ocean即是深水, 但一到淺水, 開始會轉色, 光的關係通過折射, 就知道陸地近了, 也每個島都有自己的植物, 很特別的植物, 譬如某個島的海藻是某一個 species, 你見到那些海藻飄下, 就知道近那個島, 由此類推, 見到一個植子, 你飆那條牙有幾高, 都知道陸地距離有幾近, 特別有那些花袋也是一樣, 見到那些知道近哪個島, 當然也有魚, 有些島是紅衫的, 有些島是臘雨的, 差不多就知道附近了, 雀鳥, 這些不只是雀鳥, 叫Flying signal, 有些雀鳥, 就是日頭出來找食, 有些屍狗那些, 晚上要回家, 我們中環都有, 很多雀鳥晚上都回來, 你知道它飛得幾遠, 你知道那個島有幾近, 由此類推, Insect都是, Beatles都是, 無緣無故有隻Beatles飛到船上, 證明都很近, 亦都深入一些, 有些鳥是Seasonal Migrate, 它知道什麼季節, 那些鳥飛去什麼方向, 可以利用這些東西, 譬如, 有些叫做, 長尾杜鵌, 有些Golden Pover, 另外有一種鳥, 叫White Turn, 白燕鉤, 那些鳥, 他們也知道這種燕鉤, 那個能力, 最遠都是190公里, 它飛得遠的, 所以, 無論說, 190公里附近, 應該有個島, 另外一種, 這種更絕, Fricky Bird, 就叫做, 藍堆鳥, 這些鳥很兇的, 自己又不搵食, 專門槍人的東西吃, 但是, 它是鬼這麼大隻的, 它又不喜歡濕身, 它又不喜歡濕身, 它喜歡吃魚又不濕身, 那怎麼說, 唯有搶啊, 那這個特性又怎樣呢, 它是, 捉幾隻艦隊, 要放在船那裡, 到時都說, 放了出來, 就好像羅雅方舟那樣, 放了出來, 如果那個鳥, 翻了頭的, 就有一排都未到我, 因為鳥不下水的,